好像已经更加的逼近了 那么刚才台东县政府已经宣布 今天晚上各级的学校 就是停止上班上课 我们请凯轩告诉我们 因为晚间是宣布停止上班上课的 因此有很多车子本来就是要打算下班回家的 但是没想到就在刚刚突然间又下起了大雨了 因为晚间到明天的凌晨 正是它个比台风影响台东的关键期 因此这个风雨可以说是不断不断的下 而晚间有可能风雨会持续的越来越增强 也因此要提醒台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千万要小心 因为晚间的风雨可能会越来越大 如果非必要千万不要出门 并且也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以上就是我们现场最新的状况 行当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的我们看在台东